速冻水饺很方便 只需要去超市购买免去了自己包饺子的繁琐 可是速冻饺子跟煮线包饺子是不一样的 要讲究技巧和方法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下煮速冻水饺的方法吧 第一步 烧开水 在水里加适量盐 煮饺子的水要多 要加适量盐 增加饺子皮的耐逐力 第二步 将水饺下锅 水开了后将饺子下锅 要不时充分搅拌 防止饺子黏锅 第三步 添加凉水 水开后添入少许凉水 等到水开后再加凉水 如此反复三次就可以了 第四步 观察饺子的形态 煮速冻饺子要观察饺子的形态 饺子下锅后会慢慢变软 如果饺子漂浮在水面上 饺子皮凹凸不平 就表示饺子已经熟了 可以捞出享用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儿 你们学会了吗